中央災害硬電流新美濟疫苗 從病毒核二廠進入場接 繼續五十輛 警報聲響起和安演習 某年核電廠發生事故 警車和台電車輛上街廣播 通知民眾進行防護作業 確認攜帶病例 前兩天份的要務 由護理當班主管 與後送醫院演習 而在核電廠幾公里外的醫院 在輻射外室前 醫院立即將弱勢族群 和病患進行預防性疏散 利用遊覽車 將民眾送往博外之家 進行妥善安置 今天可以看到 我們的引導人員 已經將民眾 陸續的引致門框之擬起 今年河岸演習 首都在國道上進行演練 原本規劃在基隆的防護站 因故不能啟用 依據應變計畫 啟動備援防護站開設 在國道3號七堵南下地棒站 進行緊急救護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傷害已經經過火山的處置後 抬上單架船 那兩名聲音呢 都沒有收到輻射污染 民眾搭乘車離專車 來到防護站 依序進行人員輻射偵測 登記邊管作業 而可能遭到污染車輛 同時進行儲物作業 112年河安第29號演習 我想因為核二廠 雖然已經進入廚藝階段 因為用過核燃料 還在原子爐 還有燃料水池裡面 暫時還拿不出來 雖然風險降低 也不是完全沒有 基於就是物事 災害之不來 要事由以代之 我們還是要做好 各項的 核安演習的準備 以來確保 這個有備無患 也讓基隆市的市民 可以得到華燕有的安全 專場演習下來 動員了基隆市政府 醫院 軍方和民政系統 希望未來 一旦真正發生事故 能夠臨危不亂 處變不驚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